歡迎收看 週一到週五晚間 8點鐘的就是宜樂就是要健康 我是一佩 趕快來介紹今天要來PK料理的 兩位來賓 我最愛看美女做菜 今天是兩大美女的對決 首先歡迎的是白溪美女張艾 哈囉大家好 一佩姐好 我是一佩 大家好 好 接下來歡迎的是 這永遠看起來都非常 年輕漂亮的女神 我們歡迎慧如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慧如 當然在營養跟健康的部分 就交給我們的好朋友 營養師李婉萍 大家好 我是營養師婉萍 今天我們是四大美女 站在一起 這集收視率應該是要PK高 對 可是大家都穿太多了 對啊 是不是 所以我們要給小朋友看 跟媽媽看還是不要這樣 沒錯 不過今天雖然兩位都是漂亮的女生 都要來幫我們做菜給小朋友吃 但是今天其實是一個 非常極端的兩個人 聽說艾亞是愛小孩 愛到一個欣喜 愛到一個巴不得自己 趕快生一個死 是還沒有到自己要生一個 但是我現在已經有 三個乾女兒了 三個 不是 因為第一個乾女兒就是 也高中同學的小孩 然後是我第一個乾女兒 現在快要兩歲了 是 然後第二個乾女兒大概是 還沒有半歲 還沒半歲 對 第三個才出生兩天 哇 出生兩天你就這樣亂刃乾女兒 因為我都是因為她們的母親 然後我很喜歡小孩 我就想要把她們當成我的小孩 就是我才沒有小孩 可是我可以照顧她們這樣子 妳好有母愛喔 妳好有母愛啊 而且因為我還有兩個侄女 我非常渴望可以跟她們住在一起 所以我每次見她們都當作是在那個 叫做評比 才藝評比的時候 就是我要帶禮物 然後不是她們吃飯 然後讓她們想到姑姑就開心 我覺得艾亞是一個新時代 還滿難得的女性 因為通常現在 像妳這樣那麼年輕的女生 對於小孩好像都沒輒 因為自己又不是媽媽 可是妳知道艾亞的FBI 我常在Follow她 她其實都不PO什麼 跟另外一半出去出遊的照片 也不PO什麼在哪裡玩樂 她最常PO的就是跟小孩的合照 所以我們以為如果不認識妳 妳還以為那是妳的小孩 對 而且有各式各樣不同年紀的小孩 因為就她 妳是蒐集小孩 對 對我來說就是妳樣子 人生很完整 然後我很羨慕這樣 只是現在的我 因為工作的狀況 然後不太適合現在生小孩 沒有 我跟妳講現在很多藝人朋友 就是生了小孩之後反而更好 對 有更多工作 對 沒關係 今天妳換一半討論過嗎 今天不是健康嗎 今天不是健康嗎 今天不是健康 誰叫妳自己要說妳喜歡小孩 可是我真的很喜歡小孩 可是喜歡別人的小孩 跟喜歡自己生小孩是兩件事 自己的小孩會更愛 愛到一個寶可的 妳愛別人一定會更愛自己的 恐懼那個過程 我還不想要懷孕 然後自然才好痛邪靈靈 而且重點是妳很喜歡小孩 喜歡到妳還會管小孩 別人的爸媽給妳 就是他們的小孩吃什麼妳也要管 對 就是因為我的大乾女兒 就已經兩歲了 所以她平常出去吃飯的時候 其實就是可以跟著我們一起吃 可是我都會覺得 兩歲的小孩正在長 妳就是不可以讓她隨便吃 可是因為她父母親就是很疼她 然後有點寵她 所以在吃飯的時候 可能我們那個有什麼薯條 然後女兒就會抓起來吃 然後冰沙就會裝過來喝 我就會立刻 因為我不想要讓我乾女兒討厭乾媽 所以我只能罵媽媽 我就轉頭會罵她說 沒有自己做副食品帶來 那完了沒有 然後後來我就說 沒關係 下一次如果我們一起吃飯 我幫妳做 就是我就做好之後 好想要帶她出去了 很可怕 我說副食品就是一個不困難的東西 因為就是把東西打成泥而已 對 她兩歲了 我就打一些 譬如說蘋果泥 妳會不會管太多 可是如果她在餐桌 然後吃了那個副食品 看著薯條 不會 我會說 跟她講說這個好難吃 乾媽吃不好吃 她明明就吃過 我就跟她講這款不好吃 再加了不好吃 講棒 她很愛管 為她吃蘋果泥 什麼豌豆泥 然後頭好壯壯 真的假的 妳趕快自己去生一個 趕快跟妳另外一半說一下 趕快結婚生小孩 誰啊 另外一半誰啊 幫她自己 幫她自己發了一下心話 不好說 慧如姐妳聊聊 我跟妳就完全是不一樣了 為什麼我今天會說 這兩大美女是極端 因為艾亞是愛小孩 愛到一個不行 愛到連別人爸媽 要怎麼管小孩 她都要管 因為我也很喜歡小孩 對 但是因為我有經驗就是 妳有生過 沒有 不是 嚇死我爸爸 他在那邊講過 沒有啦 我有經驗就是 我跟我的朋友的小孩 一起出去吃飯的時候 然後有時候我就會看 不管小朋友吃的東西 或是在餐桌上禮儀 不OK的時候我就會講 可是因為真的有過 我朋友跟我吵起來 對 對 所以從此之後 我就告訴我自己說 我不要去管別人的小孩 所以妳會跟別人吵 因為我朋友會跟我吵起來 她的意思會 她會跟我講說 不是啊 因為她在家就是這個樣子了 然後一直以來都是這樣 那妳現在一直來說 她這不好 那不好 這不對 那不對這樣 然後我就會覺得 想想好像也是 因為每個人有交小孩子的方式 然後我這個只是來玩個幾天 對啊 幹嘛 所以我就後來就想說 那我就睜一隻眼 閉一隻眼 好啦 你們兩個是走 兩個極端不同路線 不過都基本上都是可以 都喜歡小孩 喜歡對不對 好 那當然今天 兩大美語要來PK 一定是Social View高 但我們就要來看看 我們今天的 美食外景特派員大凱 幫我們尋找到什麼特選食材 就是娛樂大凱 今天教大家 竟不畫生絲瓜 不是生菜粿喔 老闆跟大家介紹一下 廖老闆 你比較笑一點啦 廖老闆跟大家介紹一下 怎麼樣挑選一個好的絲瓜 就是要種 要種 絲瓜一定要種 廖老闆等一下 你先不要講 我大概猜得出來 你該不會說保存 也是用報紙包起來吧 盡量用白報紙 不要用黑的報紙 油墨的報紙 今天講不一樣的 廖老闆說 要用白報紙 不然黑色會有油墨 對... 但是因為消費者很好奇 絲瓜外觀看起來 都差不多 怎麼樣挑選絲瓜 種 要種 因為我知道瓜類都是要種 對不對 然後地怎麼樣 地頭像這要新鮮 地頭要完整 脆綠 然後才會新鮮 這個要新鮮 這個 要有帶點它那個 這個要存在對不對 這個地頭上面的 還有它的花 花包已經 對 還有在 對 它的花包完整就對了 這樣算是完整的絲瓜 對不對 脆綠 但是除了外觀之外 它還有沒有什麼 可以挑選它的原則呢 就是看起來要 嫩度要夠嘛 對 對啊 然後不要說太滑了 不要太滑 對 它的感覺上 長還粗粗的 其實才是真的嫩的 就是這樣子 對... 抽筆... 對 沒有錯 不要說真的太嫩就不行了 對... 而且我這樣子摸起來 其實厲害喔 它其實摸起來 還是有點濕潤的感覺對不對 對... 那老闆這種短的絲瓜 跟這種長的絲瓜 有什麼不一樣 澎湖絲瓜它比較脆 澎湖絲瓜有名的 好吃的對不對 對... 請問一下絲瓜要怎麼放 怎麼樣保存它 用白報紙包起來嘛 一樣的道理 白報紙包起來 然後先包起來 記住再放進塑膠袋裡面 對 再放到冰箱 對 它才不會容易爛掉 可是像我們假如說 一般消費者像我們家 就是兩個人小家庭 怎麼樣就是一次吃不完 那斷面怎麼辦 可以切一半沒關係 可以切一半然後再包 對... 但是前面這個要先吃 尾巴先留著 因為前面的它還會再長 有水分它會再乾掉 了解 所以... 長姿勢老闆今天跟我們分享 一個非常實用的事情 就是記得這一端先吃 有花包的這一端厚吃 對 今天講這個很厲害耶 對 講得很好耶 好啦 那至於呢 老闆 最後一個問題了 絲瓜跟胡瓜有什麼不一樣 胡瓜是... 胡瓜吧 胡瓜就是 嗯... 下面一位 胡瓜啦 綜藝大集的你把我看過 胡瓜 沒有啦開玩笑啦 那至於呢 絲瓜要怎麼樣料理才會好吃 交還給我們的彭丹一杯 好 我們今天的特選食材 應該就是女生吃了會非常非常 漂亮的絲瓜 但是我們要 絲瓜來PK之前 我們要來關心一則新聞 這新聞應該是說一個案例 這案例是這樣子 有一個托兒所 他因為紫外線的消毒燈忘了關 結果孩子在裡面待了一天之後 竟然皮膚有到紅腫曬傷的情況 到底什麼意思來看一下 兩歲的小女童從脫鷹中心回家後 全身紅彤彤讓媽媽看了 好心疼 我的小朋友她回到家裡就是 眼睛一直喊不舒服 然後一直在揉眼睛 那看東西的時候 都會用瞇瞇眼的方式去看 當天16名孩童陸續進到 脫鷹中心的教室裡 直到10點 照保員關日光燈 才發現原來是紫消燈沒有關 每一天早上進來的時候 紫外線效毒燈應該都已經關掉了 可是那一天的那個就是 機器不知道發生什麼問題就沒有關掉 一般而言紫消燈原本會在 人員離開後自動開啟消毒 兩個小時之後就會自動關閉 而且人也不可以在現場 眼睛更不可以直視 只是脫鷹中心 紫消燈沒有自動關閉 造成孩童曬傷已經不是第一次 我覺得離譜的是 為什麼沒有當下告訴家長 好讓我們回到家之後 可以就是盡快帶小朋友就醫 而是拖了一天然後才送去醫院 那個回路出了問題 所以我們這一次就通定思通 就想說我們後來自己測試了幾次 還是沒有辦法排除這一些 有時候突然會有一點故障 那所以我們就先把它拆下來了 拖鷹中心承認錯誤也說 已經不敢再使用紫消燈 但部分家長就怕事情再度發生 已經紛紛把孩童轉往其他地方照顧 這個案例看起來還滿恐怖的 因為我們常常會說什麼 太陽的紫外線對我們人體來講 會有造成一定的危害 所以告訴我們女生說 一定要擦防晒 一定要擦防晒 但我們都心想說 每天曬太陽好像還沒什麼事 你一開一紫消燈 那個小朋友就已經紅腫了 而且是密閉的空間 因為我們平常曬太陽是在戶外 所以你不會被聚集 聚光 但是我們今天為什麼要討論到 紫外線對皮膚的傷害 到底跟我們今天的絲瓜 有沒有什麼關聯 當然有 就是大家一定會覺得 想到絲瓜就想到絲瓜水 對不對 然後就覺得絲瓜就是 這個夏天的美容鎮定 它的確它就是一個 就是護膚聖品 因為其實絲瓜裡頭有一種 就是抗氧化物質 一種質化素叫芹菜素 它對於紫外線的傷害 就是它可以保護或是修復 就是紫外線的傷害 了解 所以你看就是說為什麼 而且剛好絲瓜的季節 就是落在這個夏天跟秋天 然後剛好就是怎麼樣 紫外線特別多的日子 所以其實絲瓜真的就是個 護膚好食材 它吃進去它的營養成分高嗎 對 其實我最喜歡用絲瓜來形容 一個叫做 我最喜歡用絲瓜來形容 一個叫做纖維質 纖維質 纖維質 很多人都會說 纖維質可以預防大腸癌 但大家搞不清楚這個 纖維質是什麼 我們就形容 大家有看過絲瓜布有沒有 就是菜瓜 對 然後你就想 那個絲瓜布拿來做什麼 拿來洗碗 然後有時候我們會洗 去腳吃 對 然後所以你就會發現 絲瓜都是把髒東西給刮下來 所以我們把纖維質吃進去的時候 就會把我們的這個腸子裡頭的 或胃裡頭的髒東西刮下來 真的就叫做纖維質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們絲瓜做成絲瓜布 可以在外面洗 我們吃進去 可以幫助我們在裡面清理 裡面也清乾淨 對 然後再來就是說 因為絲瓜降火器 其實不是只有芹菜樹 包含有個叫香豆素 所以它就是一個抗發炎的反應 其實這個抗發炎的反應 就是降火器 所以你就會發現中醫裡頭就會說 它會比較涼一點對不對 就是比較上火的人就可以吃 其實在我們營養學裡頭 發現它是有相同的概念 就是因為它降火器 當然就是有一些孩子 譬如說它的腸胃 就是比較敏感一點點 然後你纖維多一點點 或是降火器多一點點 它就容易拉肚子 我們就是怎麼樣 就是要加薑多一點 去把它就是中和一下 中和它一下 絲瓜是涼的 我們加一些比較溫和的 新香料去把它中和一點 對 然後我們平常在吃絲瓜的時候 譬如說像絲瓜蛤蜊有沒有 絲瓜裡頭的含鐵量非常的低 可是它搭配了這個蛤蜊的含鐵量 非常的高 所以剛好就給孩子們 就是在夏日 炎炎夏日就是降火器之外 同時給它活力 活力就是鐵的來源這樣子 了解 好 既然絲瓜有這麼多的好處 雖然現在我們已經不是夏天 已經是冬天 但是如果你把絲瓜做好的處理 譬如說跟薑再混在一起的話 其實對我們人體是很有幫助的 兩位美女到底要用絲瓜來拚 妳不要給我翻蛤蜊絲瓜 剛剛都已經講過 因為詹艾亞就是自己嗆說 我非常會做菜 小優 我沒有嗆我很會做菜 可是資料說什麼小優 他們吃過 可是我的雛齡才兩年 才兩年 就是我正在學習中 沒關係 有天分就好 也沒 沒有天分 那我問一個最基本 就是妳的另外一半吃妳煮的菜 喜歡嗎 能說不喜歡嗎 對啊 妳幫我幫她解釋 她還沒說不喜歡嗎 不是 就是基本上 都有熟 有時候很重要 都有熟 都有熟 因為有些海鮮料裡面 煮熟也很恐怖 對 會拉肚子 對 第一個 基本的門檻就是要熟 好 那這還滿重要 因為絲瓜一定要熟 絲瓜不熟 那個木質素好 會造成孩子真的很容易拉肚子 對 而且我是相信艾亞 煮的東西都有熟 因為看她另外一半的身材 應該就知道說 東西都是滿好吃 而且都有熟 有熟 好 那今天要用絲瓜 要來做什麼料理呢 我今天要做的是 玉米花絲瓜肉餅 好漂亮喔 剛才好厲害喔 對 這是圖示 妳要盡可能做跟這個一樣 我盡量會做到這樣 就是這是一個概念上是長這樣 什麼叫概念 不是是做出來要這樣 對 做出來盡量 上面可能會有點不同 就是有一種絲瓜香肉的感覺 對 因為我本身 會做絞肉類的東西 所以水餃 水餃 然後什麼螞蟻上樹 蒼蠅頭 這跟絞肉有關的 我都算了解 是一個絞肉公主 OK 那慧如今天要搬出什麼料理 因為它是吃的 那我就把 妳是喝的不會 我是喝的 絲瓜水的 不是 因為我剛剛有講到 其實絲瓜有很多小朋友 是不敢吃的 對 所以我就想到一個料理 就把東西化為無形 所以我今天要做的是 海鮮翡翠巧達湯 這個贏定了 真的嗎 小桃屎 湯 湯 小孩很愛喝那種奶奶的東西 對 起司 妳這太不公平了 然後我的翡翠 就是有兩個綠色的蔬菜 是 哪兩種 一個菠菜 一個絲瓜 對 完蛋了 因為我覺得 因為今天慧如 妳弄出這一道是殺手劍 而且妳不知道 我們今天來到 跟妳PK的是張艾亞 她得失心超重 妳怎麼知道 她得失心中到一個爆炸 沒有 妳就端碗湯回去 等一下 如果小朋友 如果小朋友不喜歡她的料理 或是她輸 她一定會在現場哭 我有點擔心 真的 不過呢 張艾亞雖然是 她得失心很重 但是我們比賽還是要比 可是我愛吃這個 但是我又不是給妳吃 怎麼辦... 現在開始在比較了 我們就來看看 這一場戰役 想必是非常精彩 馬上進入今天的PK賽 好 除了兩位美女 要來幫我們PK絲瓜料理之外 我們請到了四位小小美食家 是我們的評審還有小幫手 趕快來介紹是 Ryan Roy Jasmine 還有Rachel 好 四位可愛的小朋友 好可愛喔 是不是很想趕快生衣哥 可以借我幾天嗎 可以... 妳幹嘛又有玩小孩 妳可以等一下就帶回去 好 四位要來當你們兩位的小幫手 然後另外也是要當我們的評審 我們趕快進入今天的 明星親子料理PK賽 好 首先是惠如要幫我們做 海鮮巧達翡翠湯 用的食材有哪些呢 包括了有 絲瓜一條 菠菜一把 洋蔥一顆 馬鈴薯一顆 蛤蜊適量 蝦子適量 花枝還有牛奶 奶油適量 蒜 還有黑胡椒粒適量 食材非常非常的豐富 很豐富 感覺好像是在餐廳 才會出現的料理 沒有 因為其實大家可以 自己斟酌 是因為今天要給小朋友 所以我就會有去想到一些 就是比較有營養價值的東西 在裡面 了解 但是做法其實不會太難對不對 其實很簡單 只是聽起來很複雜 但其實很簡單 好 那我派了兩位小幫手給妳 兩位小幫手要幫妳拿東西 Jasmine跟Ryan 嗨 那妳們聽我講好不好 Jasmine妳幫我拿 一個枝瓜 好 一個洋蔥 好 妳去 等一下 全部說完 好 好厲害喔 因為他們很知道流程 好 他們比妳還知道流程 那Ryan妳幫我拿一個馬鈴薯 跟一個菠菜 好嗎 我覺得他們可以幫我Q流程 好厲害喔 他們都知道說要全部說完一起拿 這樣子 絲瓜 菠菜 洋蔥還有馬鈴薯 菠菜 菠菜是下面那個 是嗎 下面 對 好 好 絲瓜 有了 好 小心喔 菠菜 有了 洋蔥有了 馬鈴薯有了 好 謝謝兩位小朋友 菠菜 還有菠菜 好 幫我們拿回去 小心喔 食材都有了之後呢 妳絲瓜要怎麼處理 先把它皮削掉 絲瓜一定要先洗過 所有的東西都要先洗過 洗完之後要削皮 是 然後馬鈴薯也要洗過 洗完之後削皮 然後這個洋蔥 洋蔥就是把皮撕掉之後 等一下我們都要用切塊的方式 因為其實它是湯 等一下我們會用果汁機打 所以妳不需要把它切得很碎 了解 對 就切快就可以了 好 所以我們剛剛其實 絲瓜跟馬鈴薯這些食材 我們都已經處理過 那慧如就在現場幫我們切好了 好 其實呢所有的食材 包括絲瓜 馬鈴薯 尤其是馬鈴薯 一般的人都會認為說 馬鈴薯呢 是不是要先煮熟 其實不用 因為等一下所有的食材 我們會放到鍋子裡面去炒 所以馬鈴薯是不需要先把它煮熟的 然後呢我們就來把絲瓜切塊 好 所以其實有人在處理絲瓜的時候 絲瓜到底中間 可不可以吃對不對 其實絲瓜的中間它是可以吃的 它只是口感上比較不舒服 但它沒有無礙 有一種就是做法 就是我們剛才絲瓜不是一整條嗎 你可以把它切成一塊一塊 中間的那個肉把它挖出來以後 其實可以跟蛋一起打 對 就是你把它切碎跟蛋一起打 再把它倒回去 就是用電鍋針就是絲瓜針蛋 對不對 那你就是整個所有的纖維都不浪費了 對 但是因為今天慧如做的是湯 所以它把中間的那個 反正它等一下都要用果汁去打 打掉 對 把它畫魚無形就對了 好 絲瓜切好之後呢 所以這一道菜呢 其實慧如做得好像是非常的均衡 就是因為孩子們想 譬如說馬鈴薯就是澱粉 對 其實很多人對馬鈴薯 會有一個迷思 會覺得它是不好的東西 那是因為炸薯條的關係 油脂量高 但是它本身其實是一個 纖維含量很高的 而且重點是它的維他命C含量很不錯 它這樣子一顆的這個馬鈴薯的大小 大概就佔了我們大人 三分之一的維他命C的含量 所以它是一個維他命C 它看起來白白的 而且也沒有酸味 對 但是它維他命C是高的 了解 所以我們其實都把馬鈴薯汙名化 都是因為薯條 炸薯餅 這都比較不好的馬鈴薯 沒錯 對 好 然後接下來是洋蔥 但其實洋蔥不用切到一顆 太多了 其實洋蔥很多 反正營養師每次來都說 洋蔥很好 洋蔥怎麼樣怎麼樣 有很多 怎麼煮出來的時候 會有怎麼樣 陳養師每次來都說洋蔥很好 洋蔥怎麼樣怎麼樣 有很多 怎麼煮出來的時候 會有怎麼樣 會釋放出什麼 對 它其實在這個一般 就是說煮的時候 它的焦糖化的過程 它的甜味會出來 對 它的甜味 其實有四十多種的甜味 就是四十多種的物質 所以非常的甜 然後再來呢 其實它最主要的就是 它的 我們以前就稱它為 就是以前沒有抗主治安 這個東西料 它就是天然的抗主治安 它對於我們的鼻子 是非常有幫助的 了解 真的鼻子過敏的孩子 或者說像大人 洋蔥就是一個非常好的 一個幫助鼻子的食材 了解 好 所以剛剛惠如是把 這個馬鈴薯切塊 洋蔥也切比較稍微大塊 一點點之後 接下來你要處理什麼 接下來就是菠菜 菠菜 菠菜 菠菜其實很簡單 好 所以菠菜的量不用很多 不用很多 小心手喔 好 我知道你要這樣子切 對 對 這是菠菜 那接下來呢 那接著呢 我們就是要燙蛤蜊 OK 燙蛤蜊 因為等一下 我們會流蛤蜊的水 是下去煨煮剛剛所有的食材 所以蛤蜊一定要先清洗過 它的外殼 讓它吐沙 然後吐沙吐完之後呢 我們就把它放到水裡面去煮 對 煮完蛤蜊之後呢 其實你蛤蜊水是不要倒掉的 因為這個蛤蜊水非常的重要 等一下我們要下去煮這些 絲瓜食材的時候 是要用這個蛤蜊的水 因為蛤蜊水很鮮甜嘛 對 很鮮甜 蛤蜊裡面是不是有 好像什麼對男人很好是不是 其實不只對男人很好 就是你知道就是 心 對 它不只是心 它其實有個成分叫牛黃酸 大家有機會可以看一下 有些能量飲料 它後面的那個成分之一 就叫做牛黃酸 牛黃酸我們是歸類就是 比較類似叫做維生素B群這樣子 對 所以它就可以怎麼樣 增加你的精神活力這樣子 所以不只是對男人 不只這樣子 對女生還有小朋友也都很好 對 沒錯 增加活力 對 剛剛那碗是湯汁嗎 這一碗是湯汁 這一碗是已經煮好的湯汁 然後接著呢 還有兩個海鮮的食材 這個可放可不放 因為我就想說有小朋友 因為我想說小朋友 大部分都很愛吃蝦 對 所以我就會選擇蝦跟花枝 那也是非常的簡單 就是最好不要去外面買 人家已經剝好的蝦仁 對 沒錯 然後就是自己手工來剝這個蝦仁 然後把蝦仁剝掉之後 然後花枝全部都不用燙 因為我最後還會再煮 然後把它剝殼去長泥之後呢 我們就把它切成小丁 但是這果然是加得好 我不得不說 對啊 對 其實因為我們剛才就說到 其實不只這個蛤蝦 其實蝦 花枝這些都有礦物質心 心其實對我們的身體細胞 非常的重要 我們現在看到我們的身體的 全部都是由小小的細胞開始 每個細胞它其實都會在這個 我們在這個 我們成長的過程 很多的細胞都要分化 因為要繼續成長 對 不斷的成長就要分化 分化的過程就需要 要礦物質心的參與 所以它是每一刻 每一秒都需要它這樣子 對 那它的重要性呢 就是會影響到 比如說有些孩子 胃口會不好 你會發現有些孩子 不太愛吃東西 它的這個去抽血 它的礦物質心 可能會是不夠的 對 所以那這些東西 它剛剛好這些鮮 就是含有這個海鮮的東西 又很鮮甜 它們剛好有礦物質心 所以就會建議就是增加 這一類的海鮮的東西 可以幫助它的胃口的恢復 了解 那我們剛剛其實食材 都已經先處理過了對不對 那我們要先把蔬菜 先下鍋先炒過嗎 是 沒錯 我們要把絲瓜 還有馬鈴薯 洋蔥跟鍋菜 全部都先下鍋煮這樣子 然後最後還要加一點點蒜頭 炒的順序 其實第一個先炒洋蔥 加一點點橄欖油炒洋蔥 因為洋蔥是先提它的甜味出來 接著你就會把絲瓜跟馬鈴薯 還有蒜頭一起放下去炒 炒完之後 炒到差不多都已經看到它 呈現透明狀之後 就把剛剛煮蛤蜊的水加進去 蓋過食材 了解 然後你就蓋鍋蓋 把它用微的燜煮 讓食材整個都軟 因為剛剛馬鈴薯也是沒有煮過 所以都讓它煮軟 等到煮到差不多軟 然後已經沸騰滾的時候 要起鍋蓋之前 再把菠菜放進去 了解 因為菠菜也不能在裡面煮太久 但是因為綠色的蔬菜 就是有說過一定是要先用熱水 燙 就是燙過這樣子 對 所以你就最後再把菠菜放進去 了解 那我們其實剛剛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其實已經煮好了 那我特別要講一下就是 為什麼這個食材要做冰鎮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放到果汁機裡面去打 所以剛剛煮完都是費點很高的很熱的 所以不太能夠放到果汁機 會危險 第一危險 第二因為它的材質的關係也不好 所以你就可以拿一塊 拿一個冰塊 就是你一個碗放冰塊 然後加點水 然後把剛剛煮好的東西 放到裡面冰鎮這樣子 好 現在這個是我已經炒好也冰鎮好的東西 對 現在我們就放到果汁機去打 我們已經炒好冰鎮過之後 現在全部把它放到 食物調理機裡面去 然後你看再打了過程之後 它就這樣翡翠的顏色 因為裡面有菠菜 要把它打到脆脆喔 好了 好 超級香的 妳輸定了 我先走好不好 一道夠了啦 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把從果汁機裡面 把這些打好的東西 放到鍋子裡面 好 然後接下來最後就是做調味的動作 是 好咧 顏色好漂亮喔 顏色超漂亮的耶 是天然的色素耶 對啊 葉綠素的顏色 對 好 那我們現在要來調味 對 妳一個先把奶油加進去 好的 這光看聞就好香喔 再帶一點點 慧如今天求勝心超強 有嗎 有感覺是這樣嗎 非常 非常 我現在已經沒有感覺了 沒關係 不會 然後接下來是牛奶 牛奶 好 真的很均衡耶 非常均衡 就是連這個 低脂乳皮都放進去了 是 好 好 我再試一下味道 看這邊 這邊好高的 所以應該說 如果我不想要油脂量太多 我就可以把牛奶增加一點 對 鮮奶油再少一點 對 也是不錯的方式這樣 但因為鮮奶油這個是做最後的裝飾 這樣子 好 牛奶再一點 好 妳是不是應該要把海鮮放進去了 對 然後我們待會兒這樣就完成 我們就拿出去處理把它煮好 對 因為海鮮非常的快 所以我要再調味都調好之後 我再把它放下去 然後接著我就把 蝦子阿仁放下去 蝦子 蝦子 對 然後最後再把蛤蜊放下去 因為蛤蜊已經熟了 所以它只要再熱過就可以了 好 然後我這邊有準備鮮奶油 是等它盛到碗裡的時候 可以再鮮奶油淋在上面 這樣就可以了 好的 慧如這道是非常營養均衡 而且碗瓶剛剛真的是讚不絕口 所有的營養素在裡面都有 已經完成了 接下來艾亞壓力大 來看看艾亞端出什麼料理 好 輪到艾亞上場了是 玉米花絲瓜肉餅 是的 好 妳要堅持下去 沒關係我現在已經完全沒有得失心 因為是畢書的 沒有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這道料理有什麼食材 來 在慧如這邊 豬絞肉一盒 絲瓜一條 胡蘿蔔五分之一根 玉米粒十顆 太白粉少許 醬油少許 以及鹽巴少許 其實就是那個絲瓜香肉的感覺 對 非常簡單 兩位小幫手幫你拿東西 你派他們去拿東西 好 你幫我拿那個 你是誰 Rachel Rachel跟Roy 你幫我拿 豬絞肉 絲瓜 然後紅蘿蔔 好 好 好 來 蛋 蛋 絲瓜 肉肉 絲瓜 還有紅蘿蔔有 絲瓜 絲瓜 絲瓜有了 絲瓜有了 紅蘿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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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來 給我 好 請 好的 所以絲肉有了 絲瓜 以及我們今天的主角絲瓜 絲瓜 還有紅蘿蔔 紅蘿蔔 好 都拿對了 這些就是我們先備料的時候 其實很簡單 就是絲瓜先削皮 然後等一下紅蘿蔔我會再切成 比較偏泥狀 在這之前我要先醃肉 因為醃肉需要一點時間 然後醃肉的時候 我會先加一些醬油 然後麵食大概 比例大概就是這樣 其實我覺得 做菜有趣的點 就是因為醬料 你都可以自己調整 對 那你依照個人的口味 那我們今天給大家的比例也是 艾亞自己設計出來 她覺得醬調會很好 但是如果說你在家裡 你的鹹度或是濃度 你其實可以自己調整 其實應該這樣說 大家可能在做菜的時候 會想 我這絲瓜一條要配多少的絞肉 然後用不完怎麼辦 其實應該就是說 因為今天這個做法就是 用不完後的剩下的肉丸 你就用電鍋蒸 它就是肉丸也OK的這樣子 其實不用擔心說 食材用不完怎麼辦 你說你絲瓜沒用完的話 你就把它拿去絲瓜 可以去就隔壁絲瓜 就像剛才這樣 對啊 也OK 可是這道料理其實 它的重點是 非常的簡單 又很快速 而且像醃肉的時候 我自己會抓的比例 剛剛可能沒有講到 就是有可能可以加一點糖 OK 就是在提點味 比較不要那麼鹹 如果小朋友可以接受 或者是爸媽喜歡 其實我最喜歡醃肉 是放紹興酒 紹興酒太棒了 多放一點 對 紹興酒醃起來就很好吃 是 然後醃肉之後 我們就把它放在旁邊 好 然後來備兩個料 就是絲瓜跟紅蘿蔔 好 那個OK 那個先放旁邊 好 削完皮之後 我就抓 切它大概是 其實也可以薄一點 可是其實大概就這樣 對 但是因為你要把那個絲瓜裡面 要香肉 所以你絲瓜不能切得太薄 然後再來呢 我就會稍微把它挖 好 把中間掏空就對了 其實不用全空 我覺得大概抓 你有一點點厚度就可以了 這個好可愛 變成一個絲瓜碗的感覺 對 絲瓜碗 好 因為你還是可以留一點 它的纖維在裡面 這樣子才可以幫助 因為其實這個很重要 好 給鏡頭看一下 挖完之後就變這樣子 超可愛的耶 然後再來呢 就是紅蘿蔔 好了 OK 再來就是很簡單的 就挖好圓球之後 我們就抓肉丸子 好 把它捏成圓的 放上去 所以其實我們今天加了這個肉丸子 其實兒童在過冬症的小朋友裡頭 其實你會發現很多這個 過冬症的小朋友有兩派 一派就是很瘦 一派就是這個比較胖一點 因為有時候它有衝動的行為 會造成它的進食會比較多 那另外一派比較瘦呢 就會發現它可能會偏向一個挑食 或是營養比較不良 或是缺乏的現象 那他們在調查這些缺乏的現象的時候 往往發現就會缺乏兩種 一個就叫做鐵 一個叫做礦物質心 所以我們剛才已經有補了心 那這一個呢 這一派就是補了補充鐵的部分 這樣子 好的 艾亞妳今天是不是因為 妳覺得妳的料理要輸了 所以妳就感覺很不開心 我沒有很不開心 我是 沒有 它是很緊張 我很緊張 因為我想要做的 對 其實很可愛 我們趕快多承讚它 以免它就覺得它要輸了 玉米花出現了 我現在要講講劇組的Q 有一點耶 現在有點難過 然後其實它很簡單 我把它最後講完 就把肉丸子捏好 妳不要放輕自己好不好 放完就捏好之後 塞到那個絲瓜裡面 然後把妳剛剛就是 切好的紅蘿蔔丁放在中間 做一點裝飾 而且我覺得最棒的是 紅蘿蔔是小朋友很怕的東西 對不對 可是它只要經過電鍋 味道就會變 就變甜了 因為其他東西 妳用炒過紅蘿蔔 其實還是有它的味道 可是蒸過的紅蘿蔔就不會 讓小孩子害怕 我覺得妳好優秀 因為慧如剛剛裡面 都沒有放紅蘿蔔耶 對啊 好不均衡喔 好可愛 對啊 謝謝 然後我們很簡單的就是 把它放進電鍋 是 剩大概15分20分鐘 了解 然後盤子留著 一起放進電鍋 因為它會流出水 然後它的水都是 絲瓜的精華 是 跟肉汁 來看一下可愛嗎 可愛 想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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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給鏡頭看一下好不好 這是成品 好 其實是超級漂亮的 超像中 那碗瓶還是幫我們分析一下 這一道料理的營養 對 這一道料理的營養成分 我們第一個看到絲瓜 就是蔬菜類 紅蘿蔔也是蔬菜類 肉是這個豆魚肉蛋類 我們的也有顴骨跟筋類 就是我們的玉米 我們今天因為是為了 讓它視覺漂亮 我們把玉米跟紅蘿蔔擺在上面 如果說想要更增加纖維的量 其實玉米跟紅蘿蔔 也可以跟肉有沒有 混在一起 然後妳最後再把它 在一樣的裝飾 其實也是一個方法 因為是絞肉裡面 也可以加羊蔔 對 也可以加羊蟲 對 羊蟲剁丁之後 抓菸的時候 也可以順便把羊蟲摸放進去 了解 所以今天其實兩位美女 做的這兩道料理 都是營養非常滿分 對不對 營養師都沾不絕口 我這樣講 妳有沒有比較心情好一點 現在看起來都是在補的 沒有啦 我真心的本事 但是我再怎麼補都沒有用 因為接下來就要看看 小朋友到底買哪位美女的單 好 接著下來呢 殘酷的時間還是必須要面對 到底是艾亞還是蕙如 小朋友會買誰的單呢 馬上就要試吃了 緊張嗎 妳真的很難講 小朋友的味蕾跟我們不太一樣 蕙如 我覺得妳應該沒有怎麼嚇吃 沒有 真的 妳看起來好宜然自保 我跟妳講 妳先可以觀察看看 她們吃的表情就知道 好 那既然是蕙如先做 那不如就先來吃蕙如的湯 好 好不好 來 先喝這碗湯好嗎 OK 其實有點恐怖 準備妳趕快看一下她們的表情 還有艾亞 他們 可是我覺得 Ryann的表情不太對 妳有沒有感覺好像在演對不對 妳有點在演的感覺 為什麼Ryann沒有吃 Ryann妳吃一口好不好 好 不喜歡蝦蝦 那妳們不要吃到蝦蝦 我不會咬蝦蝦給妳 我知道妳不喜歡蝦蝦 這個不是蝦蝦 沒有蝦蝦 一配姐姐不會拿蝦蝦給妳 好不好 再一口 那不是蝦蝦 那是花 那是花 花枝 對 花枝喔 那再一口 她不是蝦蝦 那妳說蝦蝦 我們都不是蝦蝦 但是因為Ryann是比較特殊 她不喜歡吃蝦蝦 所以她吃到蝦蝦她就不喜歡 所以我剛剛並沒有弄蝦蝦給她吃 但她 她不及待想要吃妳的料理 好 但是 玉米是小朋友都愛的東西 愛吃 Jasmine說好吃喔 真的還假的 好棒喔 而且她豎起大骨子喔 那個Rachel也覺得好吃嗎 漂亮啦 好吃對不對 而且 拍拍手 拍Cue拍拍手 好 接下來 我們要來觀察一下小朋友吃艾亞這道料理 好不好 來 來吃一下這個 小碗的這個 Roy弟弟 Roy弟弟先吃 還蠻好 這個 好 好厲害 它會不會什麼都好吃 對 它吃很好吃 那妳吃一口肉肉 好不好 Roy好吃嗎 好 OK 好熱波喔 你們可不可以給一些熱情的反應好嗎 Roy好吃嗎 她剛剛是好冷淡 現在是 好耶 妳不要跟小孩計較好不好 對啊 好傷人喔 妳有三個乾女兒... 對... 沒有啊 Jasmine吃完了啊 Jasmine什麼都好吃啊 Royan妳吃完 妳有發現了... Royan吃完都跳舞了妳看 對 她是想要離開現場 Royan好吃嗎 好吃嗎 好吃嗎 好不好吃Royan Royan 求求妳回答我 妳不要再逼小孩了 禁止賄賂小孩 來囉... 四位小朋友都吃完了 接下來我們要投票了好不好 投票之前 碗瓶都吃了對不對 我都吃了 妳幫我們預測一下好不好 我覺得有點難預測 投票之前 碗瓶都吃了對不對 我都吃了 妳幫我們預測一下好不好 我覺得有點難預測 今天的這個絲瓜湯啊 對 我們因為蔬菜量很多 然後我們並沒有特別放牛奶特別多 然後所以其實它會帶一點點的菜味 其實它味道 敏感的孩子 他會吃得出那個菜味 但是一般並不會覺得 因為它也是很像濃湯這樣子 然後剛才我看他們兩個吃了 那個刹那有沒有 忽然停頓有沒有 尤其是Royan他一吃 吃第一口 然後就突然停下來了 對 然後再來這個絲瓜 其實它本身的肉丸很好吃 是因為我們今天選的絲瓜的品種 它的那個皮是脆脆的皮 不是我們想像中的絲瓜軟軟的皮 對 所以是差異在那個口感 你知道這個差異就會很好玩 有些孩子討厭軟軟的人 他就很喜歡吃脆脆的 討厭脆脆的人 他就會覺得絲瓜應該要軟軟的 所以其實這個有點不太能確認 那如果以營養成分來看 其實我會 還是會這個是比較 會不會哭吧 他在人眼淚 我覺得眼睛濕濕 對 就是我應該會這樣說的原因 是因為這一道料理 對我這個 比如說上班族媽媽 我覺得方便 為什麼 因為我今天這一道菜 我可以當正餐 就把它塞飽 我也可以怎麼樣 當一個湯品 就是我的配菜裡頭的湯品 所以我會覺得這一道 因為它最主要是均衡營 就是幾乎六大類的食物 全部都放進去的原因這樣子 對 好 那最後我們還是來猜一下 那我個人會覺得就是 因為這個口感更滑順 對 所以就是我們先選這個 海鮮濃湯這樣子 妳有沒有看一下 戴雅我們這個會做人情 妳要先投他 沒關係 這樣馬上會從天堂掉到地上 其實因為我們大人 不知道我們有沒有評分的 這個選項 我們沒有評分 所以妳可以講謊話 沒有… 沒有… 先投我們這樣好嗎 妳這樣講話 妳會不會 我的意思是說 他會投給慧如一票 但是我會投妳 原因是因為我很怕麻煩 所以慧如的那道料理 對我來講 我覺得很麻煩 我喜歡妳那個就是挖一挖 肉塞一塞 蒸一蒸完成 然後就是意思 我今天來騙通告是不是 不是 不是 真的 因為如果妳有看我做料理 我也都是做比較簡單的 所以慧如的對我來講 我覺得有點麻煩 但我們今天講那麼多 有什麼用呢 因為評審是小孩 而且他們的表情已經都 告訴你一切 沒有 我跟你講 這真的他們都準 因為妳的肉丸很好吃 但是妳看他們剩的是皮 好 Rian 你知道哪個是哪個嗎 右邊的是湯 然後右邊 這個是湯湯 然後那邊是剛剛有玉米的 好不好 好囉 請投票 妳要哭了 Rian 跟姐姐抱抱 所以妳剛剛的美女的賄若瑩用 有耶 剛剛就是抱她 她最愛美女了好不好 她臉都紅了 謝謝Rian 好 接下來換Roy了 好 Roy 好喔 Roy 因為兩位姐姐都很漂亮對不對 所以妳就選妳自己喜歡吃的 好 請投票 有票 很棒 爆爆 妳怎麼一直用爆爆公式 沒有 我現在投她投完才爆 真的好 妳有種志玲姐姐的方式 投爆爆 投完才爆 投完才爆 沒關係 兩票夠了 隨便了啦 但是看看兩位女生喜歡什麼 因為女生都很愛濃湯 對 沒關係隨便 我兩票隨便 現在很囂張 好 Rachel Rachel來 妳先來 Jasmine是最後一票 對 妳知道哪一個是哪一個嗎 右邊是湯 左邊是那個 剛剛有玉米的絲瓜 好 請投票 什麼 什麼 我現在一定要問小朋友 為什麼都會投妳 對啊 但是Jasmine是 最看不出來她會投誰 對 因為她兩個都一下子吃完 對 吃光光 而且她第一個吃惠如說非常好吃 對啊 好 妳決定了嗎 決定了 好 請幫我們投票 怎麼會的 很耐眼耶 為什麼 為什麼 竟然是一面倒耶 怎麼會這樣 其實因為她真的有 因為她真的有 為什麼 其實她真的有蔬菜的味 什麼 妳覺得妳要哭 什麼 她剛剛快慧如要哭了 不是我覺得張艾亞要哭了 對啊 太不可思議了 是一個 小孩是一個 完全跟邏輯無關的生活 沒有邏輯 沒有邏輯 因為你看 如果假設我們今天主軸 是希望把絲瓜吃進去 對 其實他們並沒有真的把絲瓜 吃進去 對 我剛剛一直說 它的肉是好吃的 然後它是真的把絲瓜都放進去 但是它裡頭的 因為菜味比較重 其實只要再多加點牛奶 它就可以蓋過那個菜味 不是 可是妳知道嗎 當製作單位的人 他把東西拿出去煮之後 他們是有先吃過 所有大人都投惠如票 因為我們不是小孩 對 所以妳就不是小孩 妳不懂小孩 是啊 結果這位最像小孩的人 竟然獲勝 而且他從頭到尾都說 我要先叫計程車 不愧 不愧是乾媽 真的 有跟小朋友相處 對 妳看以後 那個誰誰誰都要聽我的 小孩子要做什麼吃的都聽我的 所以這一集我們恭喜張艾亞 哇塞 謝謝 謝謝 我跟你講這一集絲瓜料理 我也滿懷疑說 艾亞為什麼會贏 所以這一集的結論就是說 張艾亞妳趕快去生一個吧 謝謝 謝謝艾亞 也謝謝慧如 謝謝婉萍 休息日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